大家好,我是Stan 以《倫林》这首逆行神曲 获得火爆人气的Bubbuckers成员 Yu Zhang 与男演员谈恋爱了 与Yu Zhang恋爱的男演员是 1980年出生的Yu Yu Han 根据9月7号媒体报道 Yu Zhang与Yu Han双方的经纪公司都向媒体表示 两人正在以良好的感情恋爱中 其实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 两个人从KBS综艺节目中就开始交往了 但当时他们立即否认了恋爱关系 然而这次双方都正式承认了他们的恋情 今年又一对情侣诞生了 之前应该是暧昧 在报道之后可能发展成恋爱关系 或者是有要否认的理由了吧 不管怎样,恭喜两位 那时候是Bubbuckers回归之前 所以否认会比较好 也不是法律规定一定要承认吧 如果真的是谈恋爱 就想要真心的祝福 两个人很相配 如果不是也没关系 希望两个人都能幸福 希望两个人都能幸福 下个消息是 昨天地社爆料演员Kim Hila的霸凌行为后 所属公司发文否认了地社的报道 Kim Hila在上中学时加入了 由朋友们创建的PickSang级论坛 与那些朋友们相处的确是事实 但除了上述情况外 所有其他指控内容都不属实 经济公司强调 Kim Hila并未参与任何不良团体活动 也未承认参与过不良团体活动 更远参与校园霸凌 曾与媒体联系的爆料者们所提及的 关于Kim Hila的指控内容都是误解跟误会 这些爆料者已经向Kim Hila道歉 同时也告知了媒体事实真相 对于任何损害名誉的恶意行为 我们将采取坚决的法律行动 但是今天 D社公开了Kim Hila写给D社的收写信 打脸了所属公司的反驳 Kim Hila在信中表示 我承认年少时期的迷茫 并为这种生活感到羞耻跟自责 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从小到大 由于名字跟长相都很特别 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 或者受到嘲笑 或者被排解 自然而然的 我认为比起嘲笑跟追随 引人注目和受关注更好 我似乎是以不成熟的眼光 来评断了自己的生活 Kim Hila接着表示 在那里我犯了很多错误 我并不是模范生 他们所说的群体 或者我的存在 本身都可能成为 某人的威胁或恐惧的对象 这次的事件 让我意识到 并反思了这一点 我真的想赢得老师们的信任 从中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 我认真过了学校生活 所以当这次的举报事件发生 让我得知年幼时的学妹们 将我记为恐惧的对象时 我的头脑一片混乱 由于我并未殴打朋友 也没有主动强迫或威迫他们 所以我从未想过这种情况 我反省了许多 自责了很多 而且也回顾了年少时期犯下的错 尽管我无法回到过去 但为了成为更好的人 我一直在思考和努力 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些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能以更好的作品回报 或者如果您不希望我从事作品 我也想要不断展示我成长的过程 因为Kim Hila透过手写性部分 承认了自己曾经所属不良团体的过错 而经纪公司则是全面否认 双方的主张互相抵触 而让争议持续延收了 学校不会轻易给学生社会服务处分的 真的太傻眼了 这世上哪有什么善良的混混 少说废话了 因为知道有很多人支持我 所以我会坚持走下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将以更好的表现回报大家吗 真的是太不要脸了 没有证据 只是因为霸凌指控而退团的女团成员 真的很可怜 关于被指控打人的主张 Kim Hila说过 我没有打过任何人 我是站在那里了吗 还是我只是路过 无论如何 我从来没有主导过 关于被指控抢钱去KTB的主张 我以前跟朋友去过KTB 但我不知道那些钱是不是被抢夺的钱 就算相信你没有主动做过那些事情 如果你所属的那个团队中 某人从某人那里抢了钱 然后你们一起使用 或者做事不理的话 这不也是错误吗 不想要再看到你 也不拗起你悔改后的样子 希望不要再出现在荧幕里了 都快过了20年 还是没有想要去理解受害者的立场 恐怖的对象是不会记得什么 只有受害者们会记得 自己说没有对谁做过坏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这么一句一句 手写长文给记者呢 可能是脾气非常暴躁的人 所以学妹们才会把它当成是恐怖的对象吧 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如果旁观是错误的话 只有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可以免罪吧 你们应该也都有过做事不管的经验吧 演员道歉 爆料者道歉 彼此解开误会的话就结束了 不是当事人的你们 为什么一直想要避一个人于死地 死缠不放呢 在我学生时期 我有点害羞 朋友不多 然而 混混中的一个人觉得我很可怜 所以他有时候就和我一起吃饭 给我零食 甚至也跟我玩 那么 根据你们的逻辑 我跟混混一起玩了 所以我也是校园霸凌的加害者吗 但是Kim Hyola不是真的没有亲自打过谁 或者是抢过谁的钱吗 我要先占中立 看完整个内容之后 就跟那个留言一样 真心觉得 只是因为指控就退团的女爱豆 太可怜了 对于Kim Hyola的手写信与经纪公司的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想好想婆婆 narciss餐 这句话 因为内容的北平 它和我感觉 逻辑水 然后 超楼 这句话 上面 这就是 你说